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亲爱的朋友 你知道进出庙门的基本礼仪吗? 如果你没听过 现在我就让你听听 来到庙口时 会看到三帅门 背向庙门 左边那扇叫做龙门 中间那扇叫做中门 右边那扇叫做虎门 我们进去庙宇的时候 要从左进 右出 而中门 是给神明或是打官贵人走的 我们不能走 但是为何要从龙门进虎门出呢? 因为据说 左青龙 右白虎 吉祥又解恶 象征这好的进 坏得出 这也是要教我们 凡是要有规矩 进出不争先恐后 如果我们进出庙门 遇到门槛要怎么过去呢? 这时候我们就要跨过门槛 不能踩在门槛上 因为我们进入庙里 是要用攻进攻紧的心来拜访 而门槛是门的一部分 彩蛋门槛是不礼貌的行为 这也是要教我们 随时都要懂得礼貌 尤其到别人家里拜访 更需要用礼貌的态度来待人 金刀庙里 你知道厕所为何都在湖边吗? 相传龙怕臭 虎怕草 所以一般庙宇的厕所都设在右边 也就是湖边 以上就是一些进出庙门的基本礼仪 知道这些小尝试之后 下次去庙里 可以自己留意一下哦